大家好,我是阿嬌 其实不用金姐圈我生孩子 我跟我老公已经在备孕了 因为 好好好 因为这个 我胖了20多斤 所有人见到我都很惊讶 还被孕 不是已经怀上了吗 很多人很好奇 我为什么会嫁给赖先生 只是他很体贴的 有时候他工作到凌晨 都要专门飞来香港 只为了陪我一下下 真的是很影响我的睡眠 感谢你,赖先生 不但改变了我的人生 还改变了我的生物中 易能静 我见到他有点不好意思了 因为他结婚请了我去当伴娘 但我结婚却没有请他 不是因为我们关系不好 是我怕他去了会藏我风头 毕竟50岁,美丽大方,优雅 算了,编不下去 所以我忘了请他 真的 我老公也有缺点的 他不喜欢我买贵的东西 哪怕是给他买的 最近冷了 我看到一件大衣很适合他 但有点贵 就想算了 我马上去了旁边买了便宜的感冒药 整整六合 他今年都不用买大衣了 他这个人很矛盾 在朋友面前 他会很自豪地说 我老婆是明星 但一有他的负面新闻 他就会抱怨说 你为什么是明星 我觉得爱一个人 就要接收他的全部 秦浩去了易能镜 就要接收他的骄气 汉四取了金星 就要接收他的尝试 陈璐取了斯文 就要接收现实 你确实配不上我 我老公很爱面子的 为了追我 差点花光所有的钱 但是这个是我结婚之后才知道 当时我就想 还好我们及时结婚 不然这样下去 不知道他要欠多少钱 名符其实的老赖 其实我今天来 就是要为我老公洗白 他在网上被人骂得很惨 我让他 你别去看评论了 他非要看 看完又生气 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羡慕金姐 他老公从来不看负面新闻 正面的也不看 毕竟是德国人嘛 看不懂中文 有人会说我老公吃软饭 其实他没有花过我的钱 反而是我一直花他的 尤其是在结婚前 买机票啊 买礼物啊 办party都很贵的 所以你们不要再说我老公吃软饭了 这个不是事实 但可能是他的愿望吧 之前有媒体说我老公夜会女网红 其实那个是我们的朋友 当时吃饭的时候有很多人 但媒体直接了他们两个的图 取了个标题说 赖红国夜会女网红 没时间和阿招生孩子 媒体真的太有创造力了 我甚至怀疑他们现在已经把明天的标题取好了 阿招夜会成路 诗文要给赖红国生孩子 在我们确定婚姻关系的时候 就知道要面对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会彼此更包容 Michael比我少八岁 还很年轻 可能有一些地方不够成熟 但我会一直相信他支持他 好了 为了洗白他 我尽力了 今天洗到这里 接下来让他自己上来洗吧 谢谢大家 我是阿招 语曲 金钱 快点說